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三次碰杯 我们万事胜宜 万事胜宜 首先今天是元宵 也是我们新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我们一般会谍的义工 他们就是为社会做了大量的事情 我们认为就是一年里头 早一天来大家休息一下 庆祝一下 其实这个吉日 也搞一个汉服的来表演 所以我们就是把文化的活动 跟娱乐的活动混在一起 以前我们干工作 做农田的时候 没有其他餐具 所以有什么清除的时候呢 就做好这所有菜 放在一盘里头 有猪肉啊 也有鸡肉啊 也有腐竹啊 豆腐啊 还有的萝卜 还有这个芋头等等 非常好吃的 今天2023年是一个突然是良好的日子 给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Hello Hong Kong 香港欢迎您 很开心来参加这个活动 主题是汉服嘛 所以我们就穿汉服 盆菜是因为广东的那个过年的习俗 他们吃盆菜就是 很多的那些山珍海味都放在那个 一个大盆里面 然后煮一大锅 大家一起吃 应该是意义 团团圆圆吧 其实呢这个盆菜呢 就是我们香港一个地区 特色 特色 一种特色 尤其是元朗 元朗 圆满的地方 对 以前是 对 原本是向下的地方才有的 向下的地方 可是现在呢 很多地方都有了 这个盆菜 新的一年啊 我当然希望我们香港越来越繁文 这三年已经过去了 香港很好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带着笑容 那我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是中国的年宵佳节 那我们大家一起出来慶祝 去吃个饭 将人和人的距离拉近 建立大家感情关系 盆菜就是其实有很多美食 就放在一起 那也都不同的人都可以互相交流 那便建立一个团结的力量 我觉得很开心啊 因为看到很多人呢 都是穿这个汉服和华服 那我希望呢 香港呢 多一些这样的活动呢 不一定要是元宵佳节 希望很多不同的字 我们都能够穿这个华服呢 希望我们可以多一点了解 我们自己的文化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